哥们让我给他弄一点养鸭的这个饲料 然后呢这台呢是给广东和园的朋友 已经研磨好一台鸡 结果呢刚才准备饲料了 突然发现这个硬酥箱漏油了 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前给大家加好齿轮油 然后再研磨好再发货 避免您到家里出现这种情况就麻烦了 所以呢这台鸡器啊白玩了 咱们先试这一台这个这个有腐皮 然后为了增加这个腐皮的营养啊 又弄了一点鱼粉这高级鱼粉 这进口的 这是纯玉米液非常干的 咱们这些料全部都是干料 一点粉不是一点水都没有加 咱们试一下这台鸡器看家务效果如何 另外呢 平时试料呢都是这两种料分别到 今天呢给它混合一下 倒在一块 少弄一些 特别香 全干的料看一下加工效果 220伏的这个电动机 大家等会可以看一下这个电压显示 不低于220伏就能正常出料 这是家庭使用的机器非常方便啊 这是家庭使用的机器非常方便啊 可以看一下电压显示 220伏左右 这就可以拿点入料 那样颗粒出来的效果没有任何的粉粮 一点火烤都没有 颗粒出来的成分效果非常不错 而且速度还非常快 13毫米的颗粒 用来养殖这个小鲜和颗粒 很快加工完了啊 看一下这样的颗粒成分效果怎么样 有腐皮 有玉米 还有这个鱼粉 特别香啊 现在特别香 现在温度估计还有个 70度 670度 这属于 半熟的饲料 因为三毫米的颗粒 这个温度特别高 所以 出来的颗粒 半熟 然后您用来养殖鸡鸭鹅的话 这有利于消化 非常的好 如果您也想用颗粒稿养殖 颗粒稿养殖好处太多 咱就不在这一一列举了 如果您也想用颗粒稿养殖的话 不妨在下方私信我 或者是在下方留言 我会一一的给大家回复 看您想了解什么 咱们多多交流 记得点个